民進黨或綠營如此 歡迎美國人來到台灣 那一定要好好的款待他們 沒錯 一定要好好的招待他們 怎麼樣呢 比如說可以招待他們 最有家鄉味的 萊克多巴胺的豬肉 可以請他們吃吃萊豬 讓他們嘗嘗家鄉的味道 哎呀 這個台灣的這個詞 在國際上被提到的次數變多 是因為民進黨越來越厲害 還是因為中國大陸越來越強盛 應該是後者 對吧 並不是因為民進黨越來越有本事 所以呢 才會被提及 是因為中國大陸越來越強盛 所以美國才要把台灣問題 還當成勒索要挾圍堵 中國大陸的籌碼 抄他敏感的那個神經 故意去給他弄就對了 美國是把台灣跟什麼東西 相提並論 台灣 香港跟 新疆 他們是把這些東西提在一起 過去還有一個地方叫做西藏 過去西方是把這四個地 這四個擺在一起提的 那 為什麼現在西藏不提了呢 很簡單 因為西藏已經徹底的 就是呢 這個不再被西方所煽動 不再被西方搞亂 那現在呢 西方發現西藏沒辦法 因為搞了 因為有了這個清藏鐵路之後 就大家都到西藏去看 哎呀這邊大家都生活的挺好啊 這個宗教非常的自由啊 大家都拜佛啊 南媽佛教非常好啊 所以西方發現要在這邊煽動 已經玩不動了 那然後呢就要去煽動新疆 這我們等一下話題 我們來看看 最近的一些重要的國際大事 首先呢 是德國啊 歐盟主要我們還是要聽聽 德國老大姐梅克爾的講法 大家不要專看台灣一些奇奇怪怪的新聞 那些新聞都說 哎呀歐盟有幾個議員 開始反對中國大陸啦 對 幾個歐盟議員 那大概數一數啊 有劇民發聲反對中國大陸 大概不到二十個歐盟議員 那歐盟總共有多少個議員呢 有七百個議員 所以台灣的新聞 你會哇你看 哇誰誰誰誰誰誰 十個名字出來 你可能就會覺得 哇好厲害 歐盟的議員都在反對大陸啦 哎實際上歐盟有七百個議員 其他就是不吭聲了 或者其他就是覺得 沒必要跟中國大陸唱反調的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真正能夠在歐盟 居於主導地位 講話很有分量呢 梅克爾他怎麼說 先前媒體就來採訪他啦 哇那拜登要面對中國大陸啊 那這個歐盟到底採取什麼立場啊 你要不要跟著一起來 加入反中的聯盟啊 是 梅克爾怎麼說呢 這是台灣的報導 就是說 是不是要潑冷水 梅克爾說 很明顯 我們跟美國有共同的價值 但是 有另一方面 我們也有各自的利益 所以我畫紅線就是比較重要的地方 他說 如果美國跟中國大陸 在阿拉斯加展開了 長時間詳細的對話 我們也要和大陸展開會談 所以不是你美國說了算 是吧 我也要跟大陸談 然後他說 我們已經早就知道 中國大陸是競爭的對象了 但我們還要考慮 怎麼樣能夠結合起來 產生一個歐洲對華政策 也就是說 你美國對大陸的政策 那是你們美國的事情 我歐洲對大陸的政策 是另外一回事情 我不會完全都跟著你走 因為我們有自己的利益 跟價值要考量 而且最關鍵的 他說 我呢 為此付出很大的努力 並且我們會繼續這樣做 什麼東西呢 講的就是 中歐投資協議 中歐投資協議 每一刻確實是花了很大的努力 就是說我們為了要歐盟 為了要跟中國大陸談好 中歐的投資協議 過去已經談很久了 已經要通過 就正在歐盟整體來做批准 正在這個關鍵的時刻 我目前沒有想跟你美國 完全同步調去面對中國大陸 因為歐盟自己對美國的關係 也是要重新梳理的 因為當初 川普就講說 我們就是不要理歐盟 我們跟歐盟鬧翻來不管 我們自己要自己的 那歐盟以前覺得 你看我們早年都是跟著美國 美國大哥一起行動的 那結果你現在美國 說不要我就不要我 然後現在拜登上台 說要我就要我 那也沒這回事 也沒這麼簡單 因為歐盟的戰略自主已經形成了 所以歐盟已經決定 要走自己的路 不能隨便都聽美國的 那雖然現在美國你要求我 馬上要聽你的 那也沒那麼快 咱得好好談談 先看看是不是個值得的老大 或者是我當老大 不知道 應該也沒有自己當老大 就是都得再看看 不能夠完全都聽你美國的 好 那再來是我們發現 就是這個布林肯 跟楊潔篪會面的那個布林肯 在最新的CNN的訪問 CNN訪問他說 我記得以前民主黨在講說 新冠疫情都是大陸引起的 所以你們要制裁北京 請問你們現在還要 要制裁北京嗎 好布林肯怎麼回應呢 布林肯說 我們現在還是 這個好好的來做防疫吧 好好做防疫 好好做防疫 所以CNN對此的解讀是 美國已經沒有要制裁北京了 這邊的標題 布林肯表示 拜登不會因新冠疫情懲罰北京 就是這麼簡單的事情 那為什麼他的態度會軟化 那是不是在阿拉斯加的會面當中 他們受到了什麼衝擊跟影響 因為不是只有很火爆的那一個多小時嗎 他們後面又談了兩天 而且談的時間其實都挺長的 也確實展開了一些合作 加上美國自己現在新冠疫情非常嚴重 雖然沒有像在川普時期 每天有十萬個確診 但是現在每天也差不多有五萬名確診 一天有五萬名確診 差不多啦 平均差不多 每天都有上萬人確診 多可怕 所以美國自己都疫情的狀況都搞不定 還想著要耀武揚威到世界各地趴趴走 那民進黨就不害怕這個美國的誰誰誰來了 然後把疫情傳染給我們嗎 那說真的啦 就民進黨或綠營如此歡迎美國人來到台灣 那一定要好好的款待他們 沒錯 一定要好好的招待他們 怎麼樣呢 比如說可以招待他們最有家鄉味的 萊克多班的豬肉啊 可以請他們吃吃萊豬啊 讓他們嘗嘗家鄉的味道 真誠建議民進黨 好 那麼除了前面這兩點 再一件事情呢 中國大陸的外交部長王毅 哇 最近很忙 牛仔很忙 王毅很忙 王毅訪問了這麼多的國家 要訪問中東走一趟 好 首先呢 到了沙烏地阿拉伯 就是大陸翻譯叫沙特 沙特的王储穆罕默德會見王毅 堅定支持中方在涉江法律上 還有涉江涉港問題上的立場 欸 這個他不是穆斯林國家嗎 穆斯林國家不是理論上 要為維吾爾族人發聲嗎 這就是他們為維吾爾族人的發聲 好 再一個 土耳其總統會見王毅 土耳其總統啊 我打大陸的疫苗啊 棒啊 安全啊 沒問題 讚 好 再來也是這兩天 台灣新聞稍微有提及到的 大陸和伊朗簽署了25年的全面合作計劃 價值4000億美元 差不多12兆左右的台幣 伊朗總統說 哎呀 我們都視中國為伊朗 最最最最重要的合作夥伴 不是說 哎呀 普通重要 也不是說最重要的夥伴之一 沒有 就是Only最 好 可是台灣的媒體都怎麼報導呢 台灣的媒體都說 哇 你看中國大陸跟伊朗簽協議 然後網民高喊中國滾出去 你看 就是台灣的媒體啊 就是為了要黑中國大陸 前面那一句是一樣的啦 後面那一句不一樣 為了要黑中國大陸 你看 因為全世界基本上 它沒有什麼官員反對 然後沒有學者反對 所以都沒有嘛 那怎麼辦 所以綠營為了要去黑大陸 就找網民反對 這年頭網民的意見 都能夠成為新聞標題啦 所以兩個國家的外交部長 伊朗是外交部長 有外交部長也有總統 伊朗的總統會面 然後綠營的媒體不是去報導 這個總統講什麼 他關心的就是 哇 這個國家有個酸民 有個網民在講說 中國大陸滾出去 哇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未來希望你們這樣的 也希望綠色媒體也能夠平時的報導 比如說呢 美國官員來台 藍營網民嗆 不歡迎 你們怎麼不這樣報導呢 這其實也很這樣 我們有自知之明 就是美國官員來啊 像我們這種小小的評論員啊 我們這種卑微的網民啊 意見是沒有辦法傳達給民進黨 因為民進黨就是聽不進去的 好 但無論如何 這就是綠色媒體 它試圖傳達給台灣人說 你看 我們就是看摔大陸啦 那我覺得沒關係 你就看摔法 就看摔 就是看25年之後 到底會發展成什麼樣子 好 那再來 阿聯酋 阿拉伯 聯合大公國 外交部長 好 就是 為有中國這樣的戰略夥伴 感到自豪 驕傲 再來這是今天最新的 會見巴林的國王 好 當然巴林的國王呢 也是一般的 阿好啊 好啊 好啊 好棒棒 好棒棒 所以 我們就發現這件很神奇的事情 轟炸穆斯林很多的國家的美國 然後 而且甚至有禁目令的美國 就是有穆斯林的人 你就不准來美國 就川普時代發佈的 還一度打到最高法院 還一度打到法院 然後法院還說 這個禁目令是OK的 然後川普就歡呼 哇 好棒 法院都支持我 對 然後這樣的美國 開始關心所謂 穆斯林的人權 然後這些中東的穆斯林國家 全部都樂意和中國大陸合作 全部都反對恐怖主義的資深 那到底是美國居心不良是真的呢 還是說中東這些國家全部都是傻子 肯定有一個是真的 這兩個對吧 好 好